这是一个颠狂动荡风起云涌的时代 霸道的战友却是一生的执念 清贫女子叶平俊 天之骄子于长轩 她们上演了一场缠绵匪测的乱世悲歌 欢迎收听唐人工作室之作 灵溪作品多人小说剧 御殿秋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她明月下的一个淡淡回眸 是我今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第二集 雨场轩音这几日父亲整日在正府里忙着 没人管束他 索性放了胆子和陶家姐妹跳舞去 连这几日都是从晚上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 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下 这一醒来就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了 雨场轩竖了口 转头就瞧见床旁的柜子角落里 还摆放着那一枚小小的玉簪夹子 这原是她前几天回来的时候放在那里的 这会儿便拿起来淡淡地瞧了一眼 颇觉无二 随手便丢到一旁去 转身去了客厅 雨场轩才下楼 就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动响 正是瑜伽最小的六小姐齐轩 正拿着个小两桶在里面敲核桃呢 二姐景轩和大嫂敏如都在一旁帮着她 再往一旁看去 坐的就是大嫂敏如的堂妹君代替 大嫂敏如向来都是个眼尖嘴利的 最先看到雨场轩走进来便笑道 五弟可是醒了 今儿怎么没去军中忙呀 大嫂笑话我 父亲本是让我先在第九军中历练个几年 这时候也没什么大事落我头上 我去了也是白去 凤妹妹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没多大一会儿 都这样大了 还叫我们代替小名 合着就你一个人知道她小名叫凤儿 知道你们亲近 还非得拿出来显摆显摆不成 我以后不是故意叫的 以后不叫了 免得又招大嫂不高兴 你爱叫就叫 只怕算是我不愿意叫你叫 却有人愿意听呢 是不是啊 凤儿 唐姐又开始捉弄人了 再这样说我也不玩了 就回家去了 这真是大小姐脾气 你倒是说说 你唐姐说了什么不好的 你就要闹着回去 带提就窘在了那里 扭捏着更是说不上来话 鱼长轩本就是在脂粉堆里混惯了的 君带提在姿色上 虽然远没有桃家小妹那般妩媚动人 但也很有几分风情 她总是不免要多看几眼 君带提见她这样注视自己 便假装去看一旁的齐轩磕核桃 有意无意地露出自己很美的一张侧脸来 戴在耳垂上的银杏坠子 在耳夹边来回晃着 鱼长轩笑一笑 一旁的下人就端来了给她用的点心和牛奶 旁坐在一旁的鱼太太 还戴着戴帽金丝眼镜在那里看报 怪不得你们父亲这几日忙成那样 连家都不回 这竟是政府里又闹了一回翻天覆地呢 我倒也听说了 前几天就传说着行政主席穆林森要下言 这穆林森啊 到底不是楚文府的对手 也怪他自己不争气 布置个什么战略计划 到底还是让江北得了力 一个好好的护阳官 愣上肖家军攻了去 据说肖家军领兵的还是个肖少帅 我看穆林森还有什么面子往下折腾 也幸亏啊 你父亲前阵子病休 没一块跟着丢了脸面 母亲也不用担心 不过是粉末登场唱大戏 你方唱吧 我登场 管他是楚家还是谋家 还不都得听咱们瑜伽的 我听说人家肖少帅也不过二十岁 能力却比我五哥强了何之百倍 这般作为真是大大的英雄 齐宣这定是看着江北明姓肖的小孩 你既如此稀罕 让父亲给你说说去 咱们就来一场南北联姻 就让你嫁过去 也省得整日里南北对峙 打起仗来没完没了 怎么样啊 等我到了二十岁 你怎知我不能嫁他 我看你这阵子 仗着你父亲不在家 可胡闹得很 你父亲那边的事情 说话就要忙完了 你也该收收心了 母亲说的是 我这就到陆军部看看去 难等五哥要忙活正事了 那可叫你的司机留点神 别顺手啊 把车开到了湘西饭店百乐门的 那可闹了笑话了 于场轩听都不听齐轩的嘲笑 起身就走 君代替看着他一路出了客厅 居然连头都没有回 那一点失望的表情 竟是不知不觉地挂在了脸上 宁如就在他的手心 轻轻捏了一下 于场轩从厅里走出来 便吩咐佣人 把侍从事主任顾瑞同叫来 自己上楼换上戎装 才换好从洗漱室里走出来 就见顾瑞同已经等在那里了 走到陆军部去 今天晚上桃家姐妹的舞会不去了 赶上就去赶不上就不去 这种事儿还用认真去写 自原江南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唐生 因挪幼公款获罪被关押后 江南逃逝算是借此机会扶摇至上 一手控制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 然当时时政动荡 外有扶桑军虎视眈眈 内有江北萧氏军阀 及其他的小势力 分割半边天下 中央政府虽名为中央 实则只占的南边的半边相伤而已 且政府内斗十分残酷 有道士 楚家的天下 瑜家的军 谋家的党派 陶家的财 眼看着南面几个势力大族 你中我斗 势力此消彼长 此时欲棒相争 尽着得力的渔翁 到底是外清扶桑 还是江北萧家 亦或是其他势力军阀等等说法 却又暂不得而知了 陶家姐妹是上流社会的头牌交集话 论家事背景都是一等一的 陶家姐妹办晚会 自然也不会含糊 陶府的大门上 早就挂出了松柏芝和万国旗 满院子都扎着彩纸条挂着灯笼 鲜花绿叶很是繁华热闹 而有了白丽园地话说情 夜平均才得意进了陶府 只站在院子里帮着迎客 就收了不少的消费 眼看着男女分治高棚满座 大厅里又奏着西月 直到夜里还不见人散 夜平均按着陶府管家的吩咐 端了咖啡去给陶家两位小姐 就见白丽园和几位名媛 正陪着陶家的二位小姐 在厅里坐着 陶家二小姐陶紫怡 穿了一件低尖竖腰的连衣裙 气呼呼地坐在那里发脾气 我不去不去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她都不理我 那个假洋鬼子军代提议回国 她就闹个魂不舍舍 这会儿来了不进门 让我去见她 天上哪有那样的好事 妹妹这脾气发的可不对 你没听说人家刚从陆军部回来 家都没回就直接来看你了 你别伤了人家的心 快出去看看 陶紫怡便看了看姐姐 正巧一旁的夜平均过来送咖啡 她又看看平均呼地扑斥一笑 站起身来便朝一旁的桌岸走去 写了一个条子走过来 她把纸条往夜平均的手里一塞 扬起眉头 你跟着外面的侍从走 替我把这个条子递给武少 再告诉她一句 今天我累了 若有心 明儿再来见我吧 是 妹妹又开始作怪了 你写了什么给武少 自然是巨客条 她这样对我 我索性也要巨她一回 这才出了这口气呢 夜平均算了陶二小姐的条子 便到厅口找到了正等着陶二小姐的侍从 那侍从领着夜平均走出了陶宅 就见珠门的一侧暗处停着一辆军游汽车 侍从却不走了 只站在那里 夜平均回头看看侍从 侍从便一个立正 做出一个警戒站岗的样子来 夜平均也就转过头来 窜着纸条朝汽车走去 才走到汽车前 就见站在汽车前的一个戎装军人 这夜色朦胧地照下来 夜平均也看不清楚那个人的长相 只将纸条递上前去 那人看了夜平均一眼 却不伸手来接纸条 陶二小姐说他不来了 他还说什么了 陶二小姐说他今天累了 若有心让你明天再来看他 雨场轩便淡淡地笑一笑 手背向外随意地挥了挥 没你的事了 你走吧 夜平均便转过身去 朝着陶府的大门走去 雨场轩便坐在车内 将那根烟顺着窗口扔了出去 然后头往后一靠 那车开始发动 雨场轩的目光就那么随意地一扫 竟然一眼就看到了后视镜上 只见那镜面上 映着一个女孩子鲜瘦的背影 头上挽着乌黑的霜迹 背影被月光照着 鸟鸟身姿仿佛是芬芳土蕊的白玉簪 更是楚楚动人 停车 你站住 啊 女孩的背影便无声地顿了顿 静静地转过头来 就看到月色如霜映照着一地的树影 她淡淡地回眸一望 白皙秀美的容颜竟仿佛是融到了霜白的月光里 眉青木秀游若春日里的一半雪白梨花 灵秀中透着一分淡淡的香寒气息 雨场轩只觉得自己心里怦然一动 猛的窒息竟呆呆地站在了那里 叶平君站在鸣地里 只回头看了那么一眼 也只看到朦胧夜色里站着一个人 她心里微微一紧 转过头来便快步往前走 就见白里远已经走出来 站在桃府的大门前朝她招手 平君 咱们走吧 你就坐我家的车回去 叶平君忙走了上去 看白家的司机已经把车开了过来 丽远牵着平君的手上了车 汽车便朝前开着 白丽远还在兴致不减地 讲着晚会上的事情 言语间有着对桃家姐妹 很是艳羡的意思 平君在一旁听着 在白家的汽车 与那辆汽车交错而过的时候 她默不作声地 朝车窗看了一眼 只见那辆黑色的军用汽车 被那一片阴影罩着 一晃也就不见了 白丽远的意思是 直接把车开到叶平君的家门口 谁知那车还没有进自家的弄堂 叶平君便叫了一声停车 对白丽远笑道 我想起来了 我还要给我母亲买几片云片糕呢 你就在这里把我放下吧 看你这样子 今儿晚上定是拿了不少的小费 叶平君笑着点头才下了车 眼看着白家的汽车开走了 就见另外一辆小汽车 缓缓地停在了路边 平君也不回头看 只是心平气和地朝前走着 却不进自家的弄堂 另拐进一条小巷 悄悄地躲在了一户人家的屋檐下 烧停了一会儿 就觉得有小汽车的灯光朝这边一扫 接着就是车开走的声音 叶平君这才放下心来 心想还好自己发现得早 他转身顺着弄堂的墙壁往外跑 一口气跑回家里去了 谁知才一进门 就听得赵妈妈在院子里哭着 姑娘 你妈不行了 刚吐了几口血就晕过去了 妈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唐人制作多人小说剧 玉电秋 这一天下午 顾瑞彤刚从侍卫室里出来 就看见瑜伽的管家周泰 灰头土脸地下了楼 显然是在上面挨了骂了 嘴里还在不住地嘀咕着 什么玉电子 唉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了 连剑都没剑过 让我上哪儿找去 顾瑞彤才走到楼上 就见雨场轩靠在小客厅的西式沙发上 将脚抬起来交叠着搁在掐机上 正在那里闭目养神 闻听着顾瑞彤的脚步声 睁开了眼睛 顾大哥 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带你去看一个好人去 看什么好人啊 还记得那天雨夜里倒在咱们车前的小姑娘吗 昨天我派人跟着 可算是找到她的家 哼 咔呀 小户人家的女儿有什么看到 那你就错了 这个小户人家的女儿真是大有看到 这正是五六月份 因接近了傍晚时分 薄薄的夕阳撒罩了半个弄堂 放学归来的孩子举着算盘 在弄堂里飞快的追逐跑闹着 卖豆干的老头挑着货担子一路叫卖着 那一声声的五香豆干传来 透着风外的悠长和苍凉 便仿佛是沉淀在这弄堂里的亘古岁月一般 顾瑞彤简直就不敢往于长轩那里看 料想此刻 于长轩的脸色定是难看极了 他只能看着站在对面的一对老夫妇 老夫妇很是惶恐的样子 就我们 两口子住在这里 哪有 哪有什么姑娘啊 五少 看来我们找错地方了 这哪里是找错地方 分明是他耍了我 他以为这样 你没办法呢 倒是积了我的性子 我还非找到他不渴了 正这样说着 就见远处一个老太太 拉扯着一个医生模样的人 朝这边走过来 这人命关天的 就让你出趟诊怎么了 你快给看看去 这都吐了一夜的血了 可怜他那姑娘 都哭成什么样子了 赵老太太 不是我不愿意去 跟你们说了我治不了 他那病 得上外国人开的医院里去 我早就没办法了 你以为咱们平均姑娘不小 她哪里还有钱 可怜他们孤儿刮目的 您就当积德 再看看去吧 若再想多要几个钱 可真是没天良了 你这老太太 怎么还骂上我了 且说这一遍 叶平均还在外屋里 手忙脚乱的煎药 就听到屋里夜幕的壳声 越来越急 还夹杂着喘息之声 平均慌忙拿起抹布 垫了手 端起火上的药罐子 往药碗里倒药 倒了一碗药 却往屋里送 一些帘子 就见母亲趴在床上 满嘴都是血 把被单都给清透了 叶平均叫了一声漫漫 慌忙放下药碗去敷衍 就见母亲面如死灰 嘴角都是血 只把眼睛 睁开细细的一条缝 气息掩掩 平均也不哭哭啼啼 只是默默地咬着嘴唇 扶起母亲 靠在自己身上 另一只手 去端那滚烫的药 咬了一勺 吹凉了 往母亲嘴里尾 眼看着母亲 闭着眼睛落泪 要以为不进去 妈要是不念着我 只觉得自己挺不住了 那索性 我就死在妈前头算了 反正我在这世上 也没什么情人 早死早好 你这孩子 平均姑娘 医生来了 你们什么人 站住 那屋子不能进去 叶平均才回过头 就见那布帘子一掀 竟走进来 几个戎装的军领 为首的一个 直往叶平均的脸上 看了一眼 便对身后的魏叔叔 没错了 就是他 快把老太太抬走 他话才说完 就见那几个魏叔 走上前来 不用分说的 推开了叶平均 去抬迷迷糊糊的叶太太 叶平均整张脸都白了 一碗药全摔在了地上 风一样的扑了上 你们干什么 你放开我吗 平均姑娘 你放心 我们要救的是你的母亲 绝对没有恶意 你们这么青天白日 不由分说上我家来抬人 还说没有恶意 你快放开她 难道 你真以为这世上没有往返了吗 我们是按照姑娘一个熟人的吩咐 特意来送姑娘的母亲上医院的 姑娘若不信 这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叶平均一愣 只定定地看着顾瑞彤 那一双非白分明的眼睛 犹如月下心血一般 郭瑞彤便朝着外面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微微一笑 我们到底是好心还是恶意 平均姑娘只管一去便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